蒙面财经朋友们好 今天跟大家聊聊人口的问题 本来以为这几天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能出来 因为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三月份一次发言上 他讲4月上旬能出来 结果就等啊等啊 心想上旬不行 中旬总差不多了 结果4月16号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 国民经济统计司司长刘爱华出来回应 说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料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准备在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信息的基础上 增加发布更多更细子的信息 同时大量增加普查公报 所以出来就会晚一些 看样子 第7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能出来 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之所以举世瞩目 受到高度的关注 是因为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老龄化和少子化大趋势的一个拐点 人口问题绝对也是最近两年的一个绝对热门话题 无论是协程董事长 人口学家梁建章 还是恒大的原来的研究院院长任泽平 都多次撰文谈到人口问题 我其实也做过多期的关于人口的节目了 也比较过日韩老龄化和中国老龄化的一些差异 总体上来讲 日本的现在就是中国20年以后老龄化的样子 韩国现在就是中国10年以后老龄化的样子 最近央行又撰写了一篇重磅的文章 说实话 他这文章的研究 广度和深度都挺一流的 一发出来以后 反响很大 有一种倒闭人口政策改革的这种感觉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篇论文中比较重要的几点 我们先说一个人口模型 大家看这张图 他把人口的模型分为四个阶段 就是低增长 加速增长 增长减缓和低速增长 第一个阶段 它其实是一个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阶段 在这个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前 当时生产力不发达 加上医疗水平也不行 所以人口死亡率很高 当然人口的出生率也高 走到今天 大部分国家其实都走出了第一阶段 除了极度的贫困国家 极少数的国家 第二个阶段是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 但是出生率的下降不明显 这是因为随着工业革命的普及 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 人们的平均寿命提高了 但是因为还处于工业革命的早中期阶段 所以人们依然保持一种高生育率的这种惯性 你像1949年到1979年之间的中国 以及目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像巴西、印度、非洲一些国家 这一阶段的国家 它一般担心的是什么 它一般担心的是人口过快的增长 给环境、资源、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因为生产力不发达 担心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 所以还有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搞了计划生育 第三个阶段是一个非常美妙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的一个阶段 出生率快速下降 死亡率大家可以看到是缓慢下降 生育率的下降会导致少儿抚养的负担大大减轻 更多的妇女 更多的家庭的成人可以参与工作 第二阶段高生育率下出生的人陆续成年 劳动人口的占比也不断扩大 这个时候老年人虽然也在增加 但他比例极低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美妙的所谓人口的红利期 人口红利期最典型的就是改开放以后 或者说1992年以后的中国 而且中国可以说是经历了两波人口红利期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可以明显的看到 第一波就是1962年到1976年 这15年间的人口红利期 年平均出生人口是2421万 第二波人口红利期就是1982年到1991年 这10年平均出生人口是2284万 而且这两波人口红利期 其实产生了一部分重叠 所以它就可以支撑中国经济长达40年的高度繁荣 所谓重叠期就是它有接力 一波还没老 另一波也就上来了 其实这个阶段也是一个窗口期 有些国家能把握住 有些国家把握不住 把握住的就是巨大的人口红利 如果把握不住就是人口负担乃至人口炸弹 你比如说前面几十年印度 它人口结构非常年轻 如果就业机会很少的话 人口就是一种人口负担和人口炸弹 你像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 以及后来加入WTO的中国 大体上都把握住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 窗口期其实并不长 也就几十年二三十年 但是拉丁美洲整体上就很差 它多数国家最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限期 其实这个就跟人一样 年轻的时候你多抓住几次机会 一跃而上就完成了事业的积淀和财富的积累 等如果进入中老年了 那就困难一些 就容易陷入所谓我们说的中年危机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是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进入一个低位 而且长期保持低位 在这个时候第三阶段的人口红利期的劳动力 它逐渐开始进入老龄化的阶段 成为一种负担 过去的低生育率导致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 来支撑经济的发展 同时要照看不断膨胀的老人 所以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停滞 这个阶段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今的日本 现在日本的老龄化 大家知道是全球程度最高的 平均年龄48岁 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停滞 江湖人称失去了30年 其实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 你像欧盟的意大利 包括德国 很多欧盟的国家平均年龄也在40多岁 也是比较老龄化的一个状态 好 整体来讲 对于第四阶段 其实对于整个人类 包括发达国家 都是一个新课题 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因为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也就200来年 整个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 保持长期低位 也就这么几十年的事 所以说很多发达国家 也在跌跌状况中探索如何应对 发达国家也做了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 它最终效果都不太理想 正如央行的论文中所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讲到转型后 所以转型后就进入第四阶段 就不清楚 人口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给世界带来的人口大爆炸 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 转型之后 人口经济社会将如何发展 世界格局究竟如何演变 发达国家看不清楚 我们也看不清楚 很明显 大家看完四阶段模型以后 我们知道 中国即将从人口红利期的第三阶段 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第四阶段 在第三阶段的中国的人口红利期 其实还叠加了一个红利 这个红利就是加杠杆的红利 你在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时候 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 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时候 你也最有能力去加最多的杠杆 所以这个就属于双重红利 double kill 当然如果进入老龄化少子化阶段 如果再叠加一些去杠杆 那就会比较难受 所以我们说加杠杆阶段都是红利 如果去杠杆阶段 就是都是灰系牛 我们拿最大的一个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产业举例 就是房地产业 大家知道加杠杆 房地产行业加杠杆一时爽 但是这20多年来 可以说是一直加一直爽 因为有这么两波 人口婴儿潮红利的支撑 对吧 六七十年代和80后这一批 加上经济高速发展 人们收入水平迅速提高 同时也就拓宽了 拓展了居民加杠杆的空间 所以在人口红利最好的时候 房地产确实也上了最大的杠杆 以至于银保监会主席都呼吁 都直呼 房地产是金融系统最大的灰犀牛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客观的说 在房地产的加杠杆 确实也可以极大的促进 当期经济的增长 它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方方面面的企业受益 包括上游的建筑材料 钢铁 煤炭水泥电解铝这些 下游的装修家具家电 方方面面 它这个产业链非常长 包括给政府带来的税收收入也非常高 还有卖地收入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央行论文里面有一张图 看着稍微有点吓人 但是我还是把它给摘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GDP增数和劳动人口占比的一个图 那这张图你看到它2019年画了个虚线 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到2023年左右 这个劳动人口的占比就会进入一个迅速下降的阶段 对吧 然后我们看我们这个GDP已经是下滑了好多年了 所以说看这个图就有点渗得慌 那它这个文字写的是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少子化 给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困扰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人口转型更快 过渡期更短 老龄化和少子化更严重 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 我国极有可能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严峻的挑战 所以它把这幅图给列了出来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养老的负担 那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黑色的线是政府养老金支出 占GDP的比重 这个虚线是老年扶养比 可以看到2019年的老年扶养比是17.8% 然后到了2035年和2025年 它预计会达到32%和43.6% 啥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需要抚养的人数变多了 他说如果按照60岁退休需要抚养来算的话 他说2035年和2050年的比例 就跃升到49.8%和67.6% 意味着届时一个劳动力需要抚养0.5个人和0.7个老人分别 包括政府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快速上升 从2019年的5.3% 后面也会一路去增加 这个图形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大家也能非常好理解 跟我们常识的理解也是一致的 只不过这个老年扶养比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快速上升阶段 对吧 从2025年以后它有一个快速上升阶段 同样的政府养老金支出占GDP 也有一个快速上升阶段 这个就不多解释了 其实从这些年尤其是今年吧 大家可以看到养老金的涨幅一度在下调 对吧可以看这个图 从2006年的最高的23.7%的增幅一路下调 就是养老金的涨幅一路在下降 对吧 最近几年都是5% 到了今年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 所以我估计养老金以后涨幅会越来越小 可能也就跟通胀持平 甚至以后有可能都不太涨 包括现在社会热议的延迟退休 都是为了应对人口的老龄化 过程中这种沉重的养老负担 说实话 央行这篇论文里的宝贝早是不少 它还比较了中国、美国、印度 几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以及对经济的一些影响 我们留到下期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